企業家趙海濤來自中國山東 畢業自國際貿易專業的他 在2006年開始創辦文化傳媒、科技公司 國際貿易等幾十家公司 直到2017年 他的企業擁有500名員工 資產高達8億人民幣 沒想到 當時他因為不願做高權貴的白手套 遭到中共打壓 他說 即使再勤奮 觀點再好 自己創立的電子商務公司 也趕不上那些白手套們 企業家的盡頭是監獄 這個話是一點不錯的 沒有例外 中共當局為了對他施壓 找了公安部門要拍賣他的資產 隨後幾十家子公司 就都接到稅務部門的電話 就讓我把這個企業改制 讓我控股 我不想要 不想要他就開始找公安局開始搞 公安局開始 一搞搞了兩年時間 一、兩年時間 直到最後妥協了 怎麼妥協呢 實在是勾不成案的 一次 他因為出差 準備搭飛機 卻在杭州機場被中共公安抓捕 關押37天 威脅我家裡的人要錢 不停的威脅要錢 要錢了都好商量 沒有錢不好商量 但是呢 30天後報檢查案 檢查案7天 他接下來的權利就是 取保候審一年 案件繼續偵查 那好 那我自己問行無愧啊 我沒有犯罪啊 取保候審一年到期後 中共公安撤回案件 並繼續監視居住6個月 後來 當局又以河南洪災為由 再取保候審一年 檢查案明確說 這個不在我們檢查案階段 他說你可以告 你不告我們也管不著 這是公安階段那是公安的事 你可以告 但是呢 我是深深知道這個告的這個體系 告他們有多麼難 告了是沒有用的 他被釋放兩個月後 又再度收到拘留通知書 很搞笑 同一個案件 同一個辦案單位 沒有新的犯罪事實調查出來 翻來覆去的就像炒豆子一樣 翻來覆去的炒 炒不爛你 絕不結束 絕不罷休 所以呢 我在這種極端的這種狀況下 我是實在受不了了 因為一個在中國做企業 也是不願意輕易放棄 這20年耕耘下的自己的產業了 經歷一次次迫害 趙矮濤說 自己變得精神抑鬱 而且非常擔心被中共再度抓捕 因為這個案件 中共把他的護照從系統中吊銷 他只好走6個小時的山路 穿過熱帶雨林 跨越南部邊境逃出中國 2023年11月份來到美國後 趙海濤依然會夢見被中共警察抓捕 他說 在中共統治下 企業家的最終結果都是人為刀阻 我為魚肉 反受不到 當你想懷摔著做企業家的夢想的時候 你就離著滅亡不遠了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陽、林永峰 洛杉磯採訪報導